每个时代有权有势的人都能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而其中美女这个资源更被视为权力和阶级的象征 小编曾经听一个买卖房屋的义务说 他们在判断一个男人有没有钱时 通常不是看男人的衣服手表是否名贵 而是看他旁边的女人是否漂亮 实色性也有钱的男人自然喜欢追求漂亮的女人 那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五个男人是哪几个呢 第五名曹操 曹操正七级测试 据《位置后飞传》及《武闻式王宫传》 妻妾可考者就有十五位 儿子二十五位 女儿六位 袁绍败王 曹操攻入济州后 就急着派兵去找袁夕的老婆 珍福 可惜被他的儿子曹丕抢千战友 曹操拉不下脸跟儿子争女人 所以只好说 真我而赋予 这恐怕也是曹丕 一直无法被立为世子的原因之一 曹操另有一个风流传说 据《三国志属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尹 记载曹操与刘备为吕布于下陪时 关羽向曹操请求 若得胜欲娶吕布麾下大将 其一路的妻子杜夫人 曹操本来答应了关羽 却在看到杜夫人的美貌后 就留下来自己用 也因此让关羽 终生不投曹操 第四名 隋扬帝杨广 西元604年 隋文帝病重 宣华夫人与荣华夫人都随时在侧 宣华夫人在更衣小气时 太子杨广色性大发 见父皇已并重不起 便非礼了数母薛华夫人 隋文帝驾崩后 杨广更加肆无忌惮地 坚淫薛华夫人与荣华夫人 并扩建后宫极尽享乐 杨广驾崩后 众大臣便给她示好隋扬帝 来奉刺她的荒淫无度 第三名 朱熙 朱熙是南宋的一代大儒 曾认帝师 是一代理学家 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世人尊称为朱子 可是朱熙本人的行为 却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 其中 在南宋民宗庆元二年 爆发庆元档案时 她就承认 自己以又两个尼姑做宠妾 还跟已经死了丈夫的大儿媳通奸 使得大儿媳怀孕 如此荒唐的行为 也难怪被列入好色第三名 第二名 晋武帝司马炎 西晋 在经过曹魏四十五年的休养生息后 开国之初 便有幽默的经济基础 皇族和贵族 在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后 便纵情享乐 过着豪华奢侈耻的生活 晋武帝司马炎 更率先做了荒淫奢颂的表率 他在官员和氏族中 挑选了五千名美女进宫 后来徽君消灭东吴后 又把吴国五千多美女 纳入自己的后宫 司马炎的后宫美女 足足有一万多人 坐拥后宫家里上万的皇帝 每日最头疼的居然是 晚上要临姓哪个妃子 最后他每日坐在洋车上 洋车停在哪里 他就临姓哪个妃子 这就是成语洋车旺姓的由来 第一名 宋杜宗赵琪 去资至通鉴 宋记 记载 赵琪被立为太子之后 就终于好色 当了皇帝后还是这样 根据宋朝宫中惯例 如果妃嫔在晚上奉赵四寝 次日早晨便要到河门外 感谢皇帝的宠幸 管事的太监会记录寿星日期 赵琪刚刚当了皇帝时 有一天 在河门前谢恩的妃嫔 居然有三十余名 但也就是因为赵琪纵欲荒淫 任用甲四道为相 导致南宋朝廷腐败 元君于西元1273年攻破襄阳 赵琪得之后下到昏岛 之后便不思振作 终日借酒交仇 西元1274年 赵琪因纵欲过渡而死 死后两年 元君功获临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